我們要避免快速的減兆 我們一個禮拜一 0.5公斤到1公斤為原則 你要給皮膚一點點時間 那在飲食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吃一些抗氧化物質 富含維生素C的食物 因為維生素C的話 可以促進我膠原蛋白生成 那膠原蛋白的話 會維持皮膚的彈性 試入的普通蛋白質呢 可以維持我皮膚的緊實跟彈性 那我們運動訓練的部分呢 有氧運動是沒辦法增加 我的皮膚的緊實度 我們要做肌力訓練 所以皮膚的鬆弛度才會有幫助 我適合的保養品 也可以維持我的皮膚的緊實度 但是我要跟媽媽做一些小小鼓勵 因為肚皮鬆弛 短時間內沒辦法很快的消除 這個記號就是你跟寶寶的 一個愛的印記 所以請媽媽不要太在意喔